大家好,今天的話我們是第九次上課 然後第八次上課的話,原則上會有幾個重點 那回去的話,我是建議各位還是要實做一下 有一個包含就是說,上個禮拜有關開放資料的外匯的資料 你可以把它下載一下 下載的資料原則上來源,在那個奇交所上面它其實也有 包含就是說,你可以去抓那個開放資料 不過開放資料的話是比較固定的 應該是上個月到這個月 然後呢,我們上個禮拜主要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用那個request的模組 裡面有一個get的方法,你提供給它一個網址 它會幫你把資料抓下來 那抓下來的話呢,可能還是要注意一下它的編碼方式 如果說假設說它是那個big5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給它的是CP950 那反資的話,一般就UTF8吧 那抓下來之後的話呢,當然會有一些切割資料的問題 因為這個資料呢,當然你抓下來 它會是一連串的一個文字,一個字串 那假如說呢,我們希望呢,取得的是 因為它裡面假設有11個欄位吧,我記得喔 第一個欄位就是日期 那第二個欄位就是美元 對台幣嘛,然後再來是人民幣等等的 那如果說我只需要其中兩個欄位 日期跟美元好了 然後我們主要是希望能夠拿它來做什麼呢 比如說畫圖 畫那個折線圖,最簡單的有沒有 所以上個禮拜的重點喔 還有加到各位一個簡單的繪圖 那簡單繪圖喔 會用到一個模組喔 叫MatePriLab 那那個東西的話呢 預設也是沒有裝 不過你可能要學會怎麼把它安裝起來喔 所以 上個禮拜還有一個重點啦 就是如何安裝那個 就是在我們Python裡面 沒有幫你安裝的 你必須要學會喔 用那個Pip install的方式喔 把它裝起來 那理論上喔 那 不過我的語法 我把它放在那個雲端上面 那你可以複製貼來 來直接 就把它裝上去喔 不過 我在那個語法上面會多 前面喔 會多一個敘述就是 跟他講說 欸我一定要裝在我現在的這個 環境裡面的話 那原則上我會前面加一個Python 1-M 這個地方的話呢 那就是幫我把它安裝到 我現在指定的這個資料夾 因為我們現在 是在C點底下 所以你在 打開C點底下的那個Python Python384 然後呢 點上面一下CMD 它會跳出來 一個類似這個命令提示 就是DOS啦 OK 然後你就把這一串指令給輸入上去 它就會幫我把那個Mate Prime Lab把它裝起來 那未來喔 因為我講過啦 其實Python在官網上面呢 其實它提供了 目前有四十幾萬種的套件 模組喔 然後它其實就是可以讓你使用 就是說呢 每一個這個套件啊 每一個模組喔 其實背後代表就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案 那當然 不過不是每個都 你一萬四十幾萬很多其實還要 最好是 坊間書籍有一些是 直接幫你把那個最好用的就抓出來 OK 像我們這個課程最重要像 Aware安裝像Request嘛 Request 那可能預設環境也沒有啦 不過我好像在懶人包是先裝了 另外像Mate Prime Lab 也用來畫圖 再來就是說那個Pandas Pandas的話呢 如果你要存 其實你要存E-Sale或者是讀E-Sale 其實都可以用Pandas 最簡單 那其他的話呢 還有就是寫那個E-Sale檔 好像它會有一個那個 寫的過程當中它會 所以提示要你再另外安裝一個叫什麼 OpenExcel Pi的一個模組 好 那這個裝起來之後的話呢 那基本上我們就可以拿來畫圖 所以上個禮拜的重點 不外乎就是 把資料切割 那因為我畫圖的時候呢 需要安裝這個Mate Prime Lab OK 然後呢 還有一個設定 設定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預設環境好像這邊 版首裡面 就是要把什麼呢 把這個叫 I-Python的控制台 一個繪圖 本來好像是在行內吧 我記得 你要把它改成自動 然後還要確認說那個什麼呢 它有沒有支援那個Mate Prime Lab的圖形 這個要打勾啦 那你才可以幫它畫 不然的話你預設好像 沒辦法 所以你改完之後 一定要重新啟動Python 可能這個回去還是要多練習啦 那其實如果 假如你都掌握到要訣 其實我覺得也沒那麼困難 最怕就是有一點點地方漏掉 所以有時候寫程式是這樣啦 反正你每個地方都有注意到那個細節 那我想要把程式寫出來 應該不太 不是那麼困難的事情 那再來就是說啦 如果你做的過程當然有錯 你可以把影片或雲端把它找出來 那問題其實就可以迎刃而解啦 我覺得未來 因為你假設不是每天都在寫程式的人的話 工程師的話 那其實我說真的啦 有的時候其實你可以把一些那個 SOP可以記下來 那以後就按照SOP就可以把事情做完了 好 可是我覺得會比較輕鬆啦 不然說真的你 如果要像那個 專門在寫程式的這個軟體工程師 他們可能每天寫 所以他記的很熟嘛 那你不是的話 你可能就要用別的方法 這點我覺得倒也蠻重要的 OK 所以有一些細節啦 那有一些地方 我能夠幫各位記的 我都把它記在雲端的 或者是上課的時候 有錄影下來 因為把它特別用那個 像我都會有一支筆嘛 可以把它稍微圈一下 所以喔 假設你這個細節 甚至有些同學 蠻認真的 甚至會自己課外做他的筆記啦 有沒有 把我那個 上課的影片喔 也可以截圖嘛 貼到你的那個筆記裡面 也OK啦 沒關係 反正就是各種方式 確保說以後喔 你做這個練習 延伸的這個程式的時候 不要發生錯誤 那這樣寫起程式我覺得 相對就比較沒有挫折感 因為我發現 同學最多就是挫折感 每次弄一個東西就卡住 卡很久 看好像老師上課什麼 下床好了 其實回去又自己弄半天 怎麼一直都卡 卡半天不行就不行 原來就是真的啦 就是我前面講的 所以如果你要寫程式流暢 我覺得喔 因為我自己也是一樣嘛 我每次也是卡在那地方 那卡在那地方 我下一次不要卡就好了嘛 那怎麼樣可以 下一次不要卡 這很重要 有沒有 如果你每一次都可以 遇到卡住的地方 然後你都可以把它跳過去的話 那其實寫程式 就是還蠻愉快的 你不可能說 我每次寫程式都很順利啦 只是說 因為我經驗比較稍微豐富一點點 我大概知道說 喔 原來這個地方可能是什麼狀況 就像我們那個 上上禮拜有沒有 一直發生那個 合併全省郵局地址嘛 奇怪一直跑 奇怪就不行 正常狀況OK 前面之前上課也OK 怎麼突然 喔 原來那個 做醫系統現在權限 C疊的權限 它被嚴格了 所以你以後要寫資料的時候 放C疊就不太OK 除非你可能是管理者權限 不然你乾脆不要放C疊 所以以後練習的時候 以後只要寫喔 讀可能沒有問題 但是寫或刪除的話 那我建議喔 盡可能不要放在C疊底下 否則的話呢 至少麻煩而已 那不過因為我們現在 環境裡面只有C疊 所以喔 沒辦法 那當然如果你有隨身疊 像我上個禮拜就是 換了隨身疊 問題就解決了 所以 盡可能喔 找一個方法 然後 不要專利 因為你C疊就不行嘛 你再怎麼試 試一千次 也是不OK的 想個辦法 有沒有 馬上問題就解決了 所以有的時候啦 我覺得 要把一個Bug解掉 就算不要鑽你條件 因為你鑽你條件很浪費時間 而且反而容易造成你那個挫折感 越來越加深 你覺得奇怪 為什麼都不行呢 OK齁 所以另外的話 最後再把它存成那個什麼 存成 就是 存以Sail的話 有幾個重點 就是說 一定要引用那個 這個Pandas 然後 Pandas 寫的時候 好像會跳一個 好像要安裝 某一個套件 後來也把它 把它裝起來 所以你們回去 可以再把那個 就是 相關的影片 稍微再看一下 所以上個禮拜 其實還蠻活的 而且這東西 其實應該 工作上應該 用到的機會 會蠻大的 當然前提就是 你需要 再花一點時間 改一下 比如說 我好像要講 我們練習是 練習美元 那如果你想要換成 人民幣的話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你就把它換一下 甚至是日元 歐元 英鎊 等等的其他貨幣 你也通通可以 把它做出來 然後呢 並且 你可以把它畫出來之後 就可以存成很多張圖 很多張圖 甚至你將來 可以把它拼在一起 那就一個Dashboard 儀表板的概念 各國的匯幣 貨幣自動顯示出來 有沒有 顯示出來 那當然 畫圖 它其實也有支援 所謂的那個 指母圖 就是外框是一個 一個大的母圖 裡面可以 看你要怎麼放 有沒有 比如說你有 九張圖 你就三張 三張 也可以喔 它其實也提供那個 畫那個 指圖的功能 也就類似像儀表板 我是覺得現在蠻流行 那個 所謂的Dashboard 那我覺得Dashboard 概念蠻好 要你開車 假如你 你不看儀表板 你怎麼會知道水溫過高 有沒有 或者是電瓶沒電的 或者是一些狀況 甚至還有亮燈 告訴你 那主要原因 大概就是希望 你能夠針對某一些 數據 馬上做一些 即時的反應 就像那個外匯也是一樣 像股市也是一樣 等等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目前 應用上面 好像在金融 保險 其實用的好像非常普遍 我發現現在 那個什麼的 分析師好像不太會一點程式 真的可能蠻不好混的 而且我發現很多學程式都是分析師 而且越寫好像越厲害 OK 好 那所以上個禮拜的重點 就是把這些請各位 稍微複習一下 那今天的話 我們還要再往前推進 那難度也會有也高 所以各位有一點心理準備 所以請各位務必 回去可能要抽空 把那個前面一定要練習 因為我們前後都有一點關聯性 假如你前面不太熟 你後面會覺得蠻辛苦的 是一定的 OK 當然如果你有一點像練功 你一層一層上去 那當然你這一層OK了 你再往上你會覺得 其實也好像也沒什麼太大差異 然後呢 最難的地方 我覺得還是回圈加串列 你會發現到處都是回圈加串列 有沒有 所以你假設了 串列你會把它取出來 所以你有沒有 你會發現我們在切 切完資料之後 先切行 再切斗點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有時候要切好幾次 現在這個還切兩次而已 有時候還切三次 切四次 才切到你要的東西 哇 那當然 你要對這些概念蠻熟悉的 如果你熟悉 看到資料 就是一盤小菜 反正你要怎麼 有沒有 像你會料理的人 看到什麼食材 馬上構想 就知道 怎麼樣去把一盤菜給做出來 OK 大概是這樣 就熟能生巧 當然也沒有 我講過 其實有些程式 不見得一定要這樣 一定只能這樣做 因為程式最麻煩的地方 不同的人寫的答案也會不一樣 這是我覺得是可以接的 因為我常常遇到同一個 是我習慣這樣寫可不可以 當然啊 你習慣怎麼 最好是你自己想出來的 OK 你想出來的話 成直覺 你就不需要再轉個彎 所以有時候你看別人的 去被 去死記別人的 我覺得這不是好方法 最好是你自己 改成你自己習慣的寫法 都沒關係 OK 所以喔 你可能慢慢思考 自己有沒有一些 比較習慣的寫法 有的話沒關係 但前提是要正確 你不要用一些錯誤的方法 如果錯誤方法 把它修正一下 OK 慢慢我覺得 你會越寫越有Fu 因為像這個年代 到處都Data 而且現在 現在到處都電腦 所有地方都數位化了 OK 所以這麼多的Data 如果假設你不懂得 一些快速處理的方式 我覺得你真的會很累 OK 你會放身邊 而且身邊其實好像我覺得到處都電腦 所以你寫個程式它會自動RUN 其實感覺還蠻好的 那只是說你要怎麼樣讓它自動幫你去RUN 好 那當然呢 你未來當然如果你把這個學好的話 未來你要再接那個AI的話 更簡單的 因為AI其實只是在這個基礎之上 你把它加套件 有沒有 那AI有AI的套件 你就把套件裝上去 有沒有 裝上去之後的話 你要知道說 你要做哪些訓練 OK 讓它可以知道說 你這個 你到底要做什麼樣的辨識 它就自動幫你知道說 這個是壞的 這個是好的 有沒有 像很多工廠 無人工 以前用眼睛看 到底這個板子上有沒有錯誤 現在用眼睛看 你當然會有良率 因為你眼睛看一定不準 現在直接拍照了 拍照有個正確的 跟不正確的 它馬上做影像辨識就好了 辨識之後 這有錯誤 馬上修正哪個IC 哪個chip 哪個晶片 有一點問題 趕快把它做修正 自然你良率 就大大提升了 OK 好啦 那今天的話 接下來再來看 那我們 有關那個0601 所以 我們的那個獎益 是在雲端白板上面 0601 那上個禮拜主要是針對CSV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個叫Jason Jason的檔案格式 那這個Jason可能對大部分同學 應該都還蠻陌生的啦 OK 為什麼 因為這Data其實 算後期之 也不能算後期之秀啦 因為它最主要 最早是跟那個JavaScript很有關係 因為JavaScript 他要交換資料的時候 他就想到一個Jason格式 那這個Jason格式很方便 就是我今天 只要產生一個JavaScript 我丟給別人 他馬上可以把它轉換 類似像一個物件 我就取得裡面的 這個資料就可以了 所以喔 這個東西 在那個JavaScript或Java裡面 非常好處理 把它變一個物件 把裡面的屬性 提取出來 資料就有了 可是在Python 或者甚至VBA 其實也差不多啦 不過 Python有一個專門的 資料型態叫字典 就可以直接拿來用 那VBA好像就沒那麼方便 VBA就很麻煩 但是還是有辦法解啦 那我們後面的話 就要來看一下 Jason的這個範例 所以請各位 直接看這個 往下拉吧 這個我們就直接看 這個 因為上個禮拜的範例都在這裡 你們自己回去再看過 有沒有 然後今天的話請你拖拉到14頁的地方 也就是在雲端 06-01講義裡面的第14頁 上面我有一些相關的說明 請各位就是 自己再稍微閱讀一下 其實獲稱叫API 所以有時候 你有沒有 你可以給我一個API嗎 當然API有很多種說法 其中一個 其實就是Jason檔 這個慢慢會成為 資料交換的一個 共通的標準 而且越來越多 所以以後如果人家說 你給我一個API連結 其實就是 他有時候就是 要跟你要一個Jason的檔 他只要放在那個Server上面 然後你給這個連結 他自己去抓就OK了 比如說各個單位都有 像什麼 台鐵的那個時刻表 他其實就Server上放個API 那你說 為什麼很多手機APP 他都可以知道 台鐵的火車時刻表 因為他有公開 所以你只要去抓那個API就可以了 或者像其他 像公共運輸 或者是其他 以後就提供給一個 這個API 那我們就可以做資料的取得了 那只要他更新 有沒有 所以有的時候你會發現 APP一打開的時候 他會先連上網路 主要是check說 他那個API也沒有更新 所以API通常也會有一個版本 而如果版本是一樣 是最新的 那就不更新 可是如果不是最新的 他可能就 你要不要更新一下 那就重新更新 那資料就下來 那其實更新主要就是什麼 把那個 Jackson檔下載下來之後 再幫你把它塞到他的APP 也許他後面可能都會用到資料庫 OK 然後 資料更新就最新版 你一查就 時刻應該是正確的 諸如此類的 OK 那這個應用其實就相當廣泛了 也只要 就是你要 政府的開放資料 或者是民間上下游資料 客戶啊 或者是 等等廠商之間交換資料 也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對不對 那首先的話 裡面大概你們概念就好了 你會發現 大瓜壺 只要是大瓜壺 那就 需要用到有一個型態叫字典 那前面的話 我們有講到有一個叫串列 歷史人用很多的 那字典其實就把它可以想像成 如果是串列就有點像一個欄位 一欄 一欄的清單 那字典的話呢 就有點像兩個欄 兩欄喔 那前面那一欄 其實就叫做 它的什麼 它的Key 有點像它的ID 就是有點像 好 一般用編號好了 比如說前面是它的編號 右邊 就是 另外一欄的話 就是它的資料 那我們取的話 通常是取 第二欄 OK 所以 這可能要知道一下 Key Value的架構 那這個部分 其實衍生 如果你們想知道更多 你們其實還可以再看前面的第五個單元 那因為我字典沒講到 主要是 我是想說 可以在後面Jackson的時候順便講 因為 其實字典這個型態 不太好理解 OK 不太好理解 主要原因是因為 在這裡 你們可以看第五個單元裡面有一個字典的型態 你看 那字典的話 在第五個單元的36頁 36頁 那裡面的話 基本上 就是一個Key Value的架構 這個我想我們實際上 按 來看那個 Json檔案會比較清楚 OK 然後 我們舉一個實際的案例給各位 所以呢 有關Json的話 你們可以往下看一下 這邊有 這其實也有 字典的一個 一個表 那它裡面有哪一些方法 像 它 這個是 創業的 字典的字典 比如說有幾個 像LEN 其實也是類似的 那如果你要取得 Key裡面的值的話 用GAT Item Key Values 這個我想大概先知道一下 那我們今天的話 主要是有個練習題 這個練習題一樣 我就舉 因為 不知道用哪一個比較好 所以我就找了一個 我覺得這個 這個資料還蠻OK PN2.5 就是應該環保 環保署的那個 開放資料 這個應該是 OK 然後呢 這個是 PN2.5的話 底下它有提供了三類 你會發現 就是 目前 資料型態 最熱門的三種 第一種是 CSV 第二種是 Json 第三種是 XML 所以喔 這三種如果你都會的話 那其實 將來你在 存取資料 應該就比較沒問題 那當然 你們也可以都練 像CSV 前面有沒有講過 所以你也可以試試看 CSV部分 那今天的重點 我們主要要在 那個Json部分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Json 把檢視資料打開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資料下載 那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它提供幾個欄位 你可以看到欄位資料 大概就一二三四五個欄位 OK 那如果你假設 你們比較看得懂 應該是CSV 你可以點CSV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CSV打開的話 它其實裡面呢 就有點像一個 看這個是UTF-8 如果你假設用Excel開 應該會亂碼 所以我講過 如果你假設 不需要亂碼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成用資料 資料裡面有個什麼 從文字檔 然後再去找那個 我剛剛下載的那個檔 就是說如果假設是UTF-8 那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利用那個 資料裡面的從文字檔 然後再去開這個CSV 那它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如果你直接開喔 它會怎麼樣 它會直接用預設的編碼 就是Big-5 那如果你是用這個 資料 從文字檔 有個好處 它就是會讓你多選一個選項 而且會自動幫你去 去檢查一下 你的這個什麼 檔案的原始格式 其實就是它編碼方式 你有沒有發現 自動幫你找到UTF-8 那UTF-8它的編號是65001 OK 那你就直接怎麼樣 那未來如果還有別的 你可以看 這邊下到清單 這麼多 不過 目前用的最多 不外乎就是UTF-8 不外乎就是Big-5 然後你把它下一步 然後 要不要切割 好像它這個裡面應該是豆點 所以你用豆點隔開 然後 只要完成就可以了 OK 然後把它蓋過去 你會發現 如果用這個方式 只要是CSV檔 就可以很快的 把它匯入到 我們的 Oysel OK 那你會發現 它就是五個欄位 第一個欄位 就是哪個側障 然後哪個限制 然後另外再開一個吧 它好像 資料沒辦法蓋過 從 找到這一個 然後匯入一下 一樣這個 風格 記得找到豆點 直接按完成就可以了 把它按確定 那五個欄位 可是你會發現CSV比較親切 但是呢 底下那個 iscilla 沒有把它Х Kellekt 當一個工作表所能容納的 按確定瞰 直接把它匯進來 那你會發現CSV相對是 比較親切的 但是如果你們今天可以再點一下 點這個Jason 他就會跳另外一個畫面出來 他的結構就長這樣 按Ctrl加也可以 放大一下 你會發現他提供的就相對的比較沒人性化 因為他外面的大瓜糊 大瓜糊就是字典 有Key跟Value 比如說這裡面就有個Key 叫Fields 後面的話帽號 前面是Key 後面帶一個資料 中瓜糊就是所謂的串列 裡面帶一個資料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Fields 尾巴在這裡 到這邊 不過你會發現光這樣看其實蠻累的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Jason他的主要資料 他是放在這個Key裡面 那個Key Recourse裡面 然後冒號 這個就是它的Key 冒號後面就是它的Value 它的資料 還在這裡 所以你會發現 他在這個後面帶什麼資料 一個中瓜糊 一個串列 這個串列裡面 就在一個一個的字典 所以其實我們是需要把Recourse 這個Key裡面的資料先抓回來 抓回來它是中瓜糊 所以中瓜糊的話 那就是一個串列 所以我就對應到一個串列 先把這個放在串列裡面 然後再把它裡面每一個一個一個 那這是大瓜糊是什麼 這字典 可是字典裡面我講過 它其實字典會有兩個欄位 前面這個欄位就是它的Key Key的話 這個Key叫Site 然後呢 主要是這個 可是實際上 我們應該要抓 因為等一下 前面這個有點像欄位名稱 後面就是它還帶的資料 可是你會發現 Jason有一個地方 我覺得比較不符合 那個資料的經濟性 就是他前面欄位名稱都一樣 有沒有 就是Key 那我們要的其實是後面的資料 所以呢 待會兒的練習 第一個先把這個Jason抓下來 第二個的話呢 再把我們要的資料 這個Record這個Key 裡面的資料 再取出 然後再取出 Record裡面的每一個 的後面這個Value 然後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比如說像CSV一樣的檔案 讓我們可以比較方便去存取 那該怎麼做 所以請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 這個部分 那當然你們先了解就是PN25這個 因為 但是我 我教各位一個方式 就是像這樣一個結構 如果你假設看得很累 像我個人習慣 我會先呼叫一個叫做 JsonEdit的東西 就是我自己 因為我會發現 你如果直接這樣看 這個 那我們看習慣 我會知道說 KeyValue在哪裡 可是假如你們不是 經常在閱讀這個Json的檔案的話 你會找不到 光看到這頭都暈了 所以我建議 你可以在Google上面打一個 JsonE 大家可能要記一下 因為蠻好記的 叫Json 然後後面 Json你會在底下會出現一個Edit 有沒有 那這個JsonEdit 它是一個雲端的一個編輯器 那這個編輯器的好處就是說 你把它貼上你的Json的檔案之後 它會自動幫你轉換成一個物件 那你可以比較視覺化一點點 比如說Enter一下 那第一個就是 你把第一個JsonEdit點開來 JsonEdit 那我們其實只要把剛剛的這個 PN25的Json裡面這些 你看得覺得很累的 你先不要看 你只要會Ctrl-A C 然後把它貼到那個JsonEdit 這個Test裡面 所以我習慣 這個先切到Test 這個模式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好 那貼上之後的話 你再把它點選 原來是Test 文字模式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它貼文字 然後切到隔壁 第二個按鈕叫Tree Tree的話 有點像把它變成一個樹狀 類似這樣一個物件的概念 你把它點下去 那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 它就會有點像是 一個樹狀的概念 你可以在前面有個箭頭有沒有 你可以去做縮放 那也就是這顆樹 展開來 它其實會告訴你說 這顆樹 裡面的話呢 其實它有10個Key 10個Key裡面的話呢 但我不知道哪一個是我要的啊 那你可以每一個每一個點開 最後我發現 在最下面這邊有個78個Items 78個項目 叫個Recourse 這個Key裡面有沒有 有我要的資料 那每個資料裡面就是 都會有五個欄位有沒有 叫什麼 五個Properties 其實它就是物件啦 它就把它當 它裡面有五個欄位的意思 你可以看 對這五個 那總共有78個喔 所以我們待會就可以把一個寫一個程式 也就是說 你可以跟它講 我要get這個Recourse 後面的東西 然後我get回來之後 你再看一下 它裡面的話呢 每一個每一個是大瓜糊 所以呢 我用字典去剖析它 然後取得後面的資料 然後再把它做後續處就OK了 所以請各位先大概了解一下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就是 如何針對這個資料 怎麼樣去做讀取跟解析 那我剛剛主要重點 你們可能還是要熟悉一下 這個PN25這個喔 這個JsonEdit 我是覺得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還蠻方便的 比你直接看這個原始碼 應該是簡單很多 所以我剛剛主要是 Ctrl-A Ctrl-C 有沒有 然後再把JsonEdit打開 切到它的Test模式 然後把它直接 一樣Ctrl-A Ctrl-V 這邊是Ctrl-A Ctrl-C 這邊是Ctrl-A Ctrl-V 貼上 貼完之後直接切到Tree Tree的話 就是把它當一顆 一個樹狀的一個物件 你又可以把它展開 點這個箭頭 你可以看到它 key value架構就蠻清楚的 用這樣來觀察Json 就會簡單很多了 那後面寫程式 你只要把你要抓的資料 告訴他 他就把資料 吐回來給你 那其他你說真的 老師 那我其他不知道 沒關係 真的 因為很多Json的那個檔案裡面 很多其實你根本 一點都不需要知道的 你只需要知道你要什麼資料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喔